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和A君做一做節目 今天會和大家討論一個Manga 大家知道 我買了一本《窮茶梨》 看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有智慧的Manga 今天就和A君聊一聊 另外一宗 小小的新聞但也挺重要 就是和大家討論 烏噹噹開始被西方 飛起了 不玩了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呢 一會兒和大家討論一下 A君你好 你好 怎麼看 Manga 你說一下Manga Manga 聽很多 要先說一下她的新庭 好 來 Manga 希望四五分鐘內 盡快說完 Manga 1924年1月1日出生 還差一個多月就一百歲 衝了出去 她全家 外國移民過來 英格蘭移民過來 到她爺爺那一代 就開始做法官 她爸爸也是法官 不過很有趣 她17歲就考慮去Machigan的數學系 不過 她到1943年 即是她大概19歲 大約19歲 轉學 不讀書 是啊 沒錯 因為她體能不合格 她去了阿拉斯加做氣象園 接著再派到墨西哥大學 學習自然科學 接著在理工大學讀書的時候 她妹妹的室友 把室友介紹給她 於是結婚 結婚的時候是多少歲 21歲 老婆19歲 真是厲害 嘩 嘩嘩嘩 哈哈 是啊 是啊 她沒有完成大學位 但是她有一些 哈佛校有兒子的身份 再加上哈佛網絡 母大學文憑竟然走後門 做了法律學院的研究生 嘩 嘩 她很厲害 她的關係不錯 是吧 沒錯 不過她雖然沒有讀大學的學位 但是她在哈佛大學的法學院 是優異成績畢業 拿了博士學位 所以那些人是不用拿一個 學習去浪費她時間 哈哈 直接地 那就進入研究所 行了 好 接著就成為了律師一名 1948年 當時她是3,300美元的年薪 很厲害 以當時來說 很快就有買房子 過好日子 怎料 出事了 有什麼事出了 她和老婆鬧 感情越來越差 然後離婚 甚至乎離婚之後 更加大的打擊是 她們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八歲大 出癌 真是 人身無上 還要等大量醫療費下去 堅持一年之後 那小朋友都要離開人生 認識她的朋友 簡直說 當時 芒格抱著一個 瘦弱 奄弱 奄弱一色的兒子 跑到外面 一直在街上 一路走一路走 真是 人身真是無上 但是 之後她的人生 就很不同 對嗎 對 因為很快 不是很快 一段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 新女朋友 也是同一個名字 我叫做Lancy 跟前妻一樣 真是巧 人生就是這樣 這個Lancy有兩個小孩 她有三個小孩 一家七口 就生活下去 真是厲害 好了 說了很多 去到二十幾三十歲時 到1959年 正式發生了一件大事 對她的人生來說 什麼大事 她在那一年 遇到了巴菲特 原來跟巴菲特 住在同一區 甚至去過 他們一起共同 做過一間雜播店 做兼職 但是兩個人不認識 是嗎 這麼奇怪 直到什麼時候 就是 芒格的父親 過世的時候 他回老家 處理爸爸的後事 才偶然地 遇到巴菲特 兩個人一見如故 巴菲特甚至是 什麼呢 原來巴菲特跟朋友見面時 吹嘴非常抹嘴 但那時他初遇 芒格竟然第一次成為 在旁邊靜靜地聽的一個人 因為芒格說的話實在太厲害了 還是太深了 很多人聽不明白 總之就是兩個人一見如故 甚至一見如故到 哎呀 真的有很多人聽見 妒忌 他們兩個老婆說 聽見 他們日日熬電話 之後 嗯 還要是有書信來往 最長一封信 寫了九頁子 哇 簡直是一個知己 人生難得知己 雖然他們網路 都在不同的投資公司做 但是很有趣 他們互相獨立地做投資 不會說是對方 但是談完一段時間 好有趣 交換一段時間 兩個人會發現對方 在同一個股東名單上出現 這個就是聲聲相識 沒錯 殊途同歸 於是在大家認識三年之後 然後芒格正式入投資界 然後到最後 到了1965年的時候 芒格正式離開他的律師樓 接著就加入巴菲特那裏 終於可以合作了 結果就成為白牙和紫棋 嗯 好厲害 有些有趣的投資 在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藍醜印花公司 藍醜印花 哪家公司 是的 很有趣 這家公司在加州做零售 所謂藍醜印花 就是把印花小票賣給商戶 商戶根據小票上的消費金額 把印花小票賣給消費者 因為等消費者照顧一定數量的時候 把印花再換禮物 即是換些什麼呢 即是換句說話 他印了印花之後 整個月才會有人來對貨 有時候還會拖幾個月 甚至消費者可能不見了印花 嘩 成本很低 沒有本身利 整個月數期 而且有時候消費者不見了印花 直接帶賣到袋子 你說幾個人 嘩 完全棒 非常棒 這件事 對 這個成為了他們第一個 第一個一億 第一個一億 嘩 好了 接著做其他的投資 包括買其他的消費板塊 七二年買的消費板塊 大家都一定會聽過這個名字 就是絲時堂果 絲時堂果 絲時堂果 我當然很熟悉 絲時堂果 香港有 對 對 是嗎 當時他在用印花公司 以2500萬美元去買入 他的賬面價格的三倍 這個絲時堂果 第一年營業額是400萬美元 在過去幾十年裡面 絲時堂果的營業額是多少 20億美元 這個太厲害了 真的一本萬利 所以往後做很多的投資 包括了金融業也好 新聞業也好 印花業也好 等等 當然了 接著又買花棍 變成了 開始做越來越多元化的投資 過去幾十年裡面 摩格從花棍 由一千萬的市值 去到多少 七千五百億 那時候一千萬已經很厲害了 哥仔 大家千萬不要小 但現在七千五百億是更厲害 沒錯 完全是 完全是 我們大家完全看到 這個簡直是一個傳奇 沒錯沒錯 那巴菲特 原來有個朵 給亡格的 什麼朵 就是Mr.No No 不是說Yes No No 因為巴菲特都認為 芒格的風險意識 是比他強的 如果簡單一點說 他又看中芒格 又覺得沒問題 就可以去馬了 正 這個才是最好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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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商有量 對 對 有些事情都要提一提 魔格這麼強風險意識的人 有他的最愛 有什麼最愛 就是中國經濟 我知道 比亞迪 他說他一世人最棒的投資 這件事我看 好了 他有第一件事說 中國經濟就說 中國經濟在未來二十年的前景 比任何其他大型的經濟體都要好 中國龍頭的公司比其他同業更加優秀 更強 和他們的價值是更加抵 有一件事更加抵死 魔格說的 不是A軍經濟 所以A軍都經濟經濟 就是什麼呢 老美是靠向歐洲舉債發展的 而中央的核起是靠自力更新的 他們將一半的收入存儲起來 所以特別擅長於延遲滿足 對魔格家族來說 應該沒有比中國更加好的地方 這個絕對 實力這麼強患 怎麼玩呢 所以 常常說看淡的中央 在亂說那些經濟 通常亂說那些 A軍都抵不住把口 去逢他們怎樣亂說 不過A軍跟魔格相比 真的差太遠了 現在就拿魔格出來回答那些 那些 狗不答白 不識字 那些亂說的那些 太清楚了 還有 你們來自你最崇拜的老美 現在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來自老美 大家知道老美支持他出了很多猛人 因為一時無兩 也是經濟最強勁的國家 但是今次不同位了 對不對 好啦 也補充一下 阿Sir剛剛所說 2008年的時候 Monggard 大力地投資下去 比拉迪那裏 2.3億美元 收購10% 現在 890億左右 不是很多 只是這樣 對 幾十倍 是啊 幾十倍 我也做不到幾十倍 除非23年 不是啊 二十幾三十年後 也有機會做幾十倍 沒錯 但是沒有他那麼快 好繼續 說了這麼多他的新評 還有他最重要是看好中央 萬分之一桶水那些 有多他的說話 我這個補充一下 不是說他看好中央 而是他是有智慧的眼光 你加底口就是加底口 老美那些是舉債收回來的錢 還有的時候 憑著收割去收割別人 如果當有一天你的美元霸權完 其實什麼都沒有了 中國採取一個穩健理財的方式 不是說不發債 他發債其實是很明白自己的資產有多少 才進行發債 因為我們也看到 阿方先生和我們說過 中國的發債非常緊慎 那為什麼呢 你找回全球那麼多的國家 歐洲那麼多的國家 再加上美國 有誰夠實力呢 你說俄羅賓 俄羅賓都不夠實力 因為他沒有一個那麼長期的規劃 我們的五年規劃 即是現在十四五規劃 接著再來十五規劃 有很多不同的規劃 其實是令到我們國家的發展 是穩步上揚的 那你說這個國家不投資 投資哪個國家 很多人都說 喂 你現在世界上高 有誰值得去投資呢 難道你叫我找印度 印度是企業墳場來的嘛 你叫我找印度 不如你叫我去死 你既然這樣的時候 我都沒有話可說了 那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如自己去印度 去投資好國吧 所以的時候 我個人感覺 觀察了很久 就像方生所說的 未來的中國 將會是世界的儲水池 我講得比較客氣了 OK 交給你 好了 講了那麼多 芒格新平 他的做法 很具技術的事情 就不講了 不如說一下格言 當然好 格言多羅羅 因為大家一定要聽 好交給你 首先格言 第一個 真的覺得很划算 就是什麼 釣魚第一個守則是什麼 什麼 釣魚第一個守則 就是去有魚的地方釣魚 這個是不是有點廢話 這個當然 難道沒有魚的地方 這個不是廢話 有很多人以為那個地方有魚 其實是沒有魚的 對 對 這個是對 OK 好 你不要以為有水池就有魚 有水池未必要有魚 有賣賣才有魚 對 對 好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 A君經常說 真的有資陰人 地球上幾乎沒有任何貨幣 或者化幣對人類更加重要 他將人類從猴子變成現代人 當然下半決就是 比特幣是一場賭場優勢接近100%賭博合約 就是叫你買下去 你死定了 待會再說其他金句 怎樣打這些比特幣 好 OK 好了 除了這些實用的 還有一個 A君 即是說一些欣賞的 幾十句金句 他講不完 其中一個就是 一個問題 要想到明白 就能夠解決一半 即是 你解決到問題的問題 你已經解決了問題的一半 這個我印在有心 我現在也是採取這個方式去做事 逐少逐少一步步來 OK 好繼續 還有這個又是和另外一個 非常有智慧的人 一模一樣 在說那個就是 製造原子彈那個 阿Sir 不是哈斯坦 是的 大家都知道我講誰 頭髮亂了那個 他經常都講過的金句 就是 對 愛因斯坦 他的金句就是 如果要解決問題 我會將90%以上的時間 去想過問題的問題 當你解決了問題的問題的時候 大部分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當你解決了問題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很羨慕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問的問題 本身就有很多問題 是的 沒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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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到他這麼勤力 但原來一個這麼勤力的人 都有懶的時候 他最懶的 或者最勤力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是既懶又勤力的 阿Sir 哪方面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會將問題分類 有很多問題 我會將他分成泰蘭那一類 而泰蘭那一類 他會把泰蘭那一類 不會再想的 是 如果其他人 給我出問題 如果符合我泰蘭的標準 我都會把他 扔下去泰蘭那一堆 想都不會再想的了 沒錯 就是別人給我的問題 太難了 算了 不想了 想不成 先放在一邊 這個是好的 解決到目前 我們有能力可以解決的事情 逐少逐少解決 那就行了 嗯 沒錯 沒錯 接下來 如果大家想生活得快樂的話 他有一個建議 就是 降低預期 努力將他實現 知足常樂 知足常樂 不要賺到盡 即是你不要想到老年那麼遠 那些事情 你想回一些近一點的事情 而近一點的事情 你努力將他實現 那你就會開心很多 是 OK 對 不用想太老年的事情 近一點走一步就行 真的 這個A君經常都說 是的 老年那麼遠是最終目標 但是記住設一些近的目標 等你一步一步走上去 當你每天完成自己的目標 其實就是一個近的目標 接著有一個月的目標 一季半年一年的目標 那你就到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現在做人的方法 還有一句很棒的 我覺得 他就說成為一個理性 客觀的人 這個應該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對不對 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你不理性 不客觀 那你怎麼可以分析到 比亞迪 原來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喂 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 最偉大的國家 這個不是吹隨 是真的看到 這些是先見之明來的 那你說 你不再一個理性或者客觀 你一切都用意識行形態去行 你不然現在看到 拜登就趴在街上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 有一個 我講得很重要 A軍炮這麼多書包 我先講幾個 好好好 多了 多了 還有 還有 他就說 不可以靠一塊麵吃飯 如果你的腦子 再不理性一點 那怎麼辦 大家可以看到 你靠面子 靠面子 或者懂得說話 就像老美的政客 但是你的腦子 真的完全不理性 那你可以怎麼辦 這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給西方一個參考的價值 還有 很簡單 他們都說了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說 99%的財富 就會掌握在1%的人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99%的人 始終都是處於一個低層的99% 這個是現實的 你說 腦袋好的人 和可以付諸行動去做 其實是非常之少的 那麼 如果 你這一幫人 其實要去主宰世界 你必須要不停地學習 這個是最重要 還有 我經常教過兒子 有一句說話 也是 Manga經常說的 就是長期離看 能夠延遲滿足的人 就會活得更好的 這個是很有智慧的 就好像 我們如果要 真的進行一些投資 你就及早開始 你要花錢的時候 你真的要想一想 喂 我現在花這一筆錢 究竟是不是 只是我佔我 人生的裏面 我的積蓄的一小部分 又或者 我是不是有更加重要的事 去做 其實 你延遲滿足你自己 是最好的 譬如好像 我也知道的 給一些糖 給一些小朋友 那如果 你看回那個計算的話 越遲拿些糖 或者忍著不吃 願意犧牲眼前利益的人 就永遠 就是成功者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 補充一下 阿sir 這個就是EQ那本書的經典實驗 是啊 這個我是從小到大 我做教育 所以這點我是很清楚的 如果你懂得延遲去享受 那你就贏了 你的世界上是高 因為你所累積的資本 是比其他人多很多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 什麼叫常識呢 對他來說 就是 平常人所沒有的常識 就是常識了 嘩 這個說話好正啊 我們說常識應該是人人識 真的好正 你想想 很多人覺得 這些是常識來的 但是說真的 很多人都沒有常識 包括那些黃人 哈哈 這個A君 聽到就當然了 沒錯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常識 根本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人說什麼 他就相信什麼 那他就繼續傳釋什麼叫常識 我們在說某個人有常識的時候 就是他具備平常人所沒有的常識 當別人都以為具備常識很簡單 其實是很難的 我覺得這句說話真的值得大家提醒 就是我跟 Sera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聊天 其實我們在這裏 為什麼這麼努力做節目呢 他講完之後我就更加動力做了 他就說 喂 我聽節目我是學習的 我是增進我的知識 或者是我的頻道 就是給大家帶來很多不同的知識 所以的時候我們就努力做 找得更加多的資料 去讓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都是常識來的 但是這些常識就不是任何人都有的 所以這句說話是很棒很棒的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玩投資 他說投資這件事 是你可以玩 你一定要玩好它 雖然它是一個遊戲 但是關鍵呢 在少數幾次的機會 我們看到之前 有一位香港出名的投資者 叫做曾淵倉 A君 鄧倉 鄭完倉 鄭完倉 但是那時候 Gan 贏就贏就贏 又能再投資到匯豐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他就是有一個很難 什麼 好東西就去別放 好啦 好東西�住他別放 好啦 bru page 你可以記住 比如如果你見到一些好的股品 你就真是不用來炒 駕土 真的是用來adore 那當然啦 你放得越久,其實你的價值有機會越高 當然要選對,當年我當然選美股 現在大家真的要考慮轉換地區 你轉換地區的時候,你可能相對來說比較安全 比特幣剛才的A君說過 其實我們覺得他贏面大,你贏面很小 看看他會留多少給你,是完全沒有價值,沒有意思的 那為什麼要掌握這些小次機會呢? 因為這個機會,其實一般比其他機會更加好 而且你很清楚,自己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 我為什麼這兩個聯盟一起講呢? 其實這就是常識,你如果沒有常識,你怎麼知道這些東西會怎樣呢? 人運逸運,你會說那個股市大師說什麼,股會升啊 升你條命嗎? 這一點是我覺得很重要的,A君交給你,說些幾點吧 好了,由於這麼多金句,A君再剩下幾個 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首先有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要這樣看好人性 人性很難掌握 我將人性想到太好,人性本身就有很多缺陷和毛病 你如果看什麼都不滿,一套流洒,一套怨氣 就只會懂得其反,坑了自己 但是又改變不了世界 對,沒錯 所以永遠都是做我自己的 我不會期待其他人的人性是怎樣的 我做我自己就算了 OK 其他事情就很難看 剛剛阿Sir在講常識 我又講講,另外一個目標阿Sir 又是關常識的事 哪方面 就是設定自己的目標就是追求平常人所沒有的常識 哈哈哈 我忍不住要拿一本書 過去給大家看看,真的很棒 很棒 這本書極力推薦大家買 A君你繼續 好,再深入一點 講了這麼多做人 如果我們不講講投資的事 我恐慌觀眾們會查我們台上 立刻講投資的事 就是什麼呢 專業人士搞出來的投資產品 我是普遍的懷疑態度 沒錯 其他人不為預力推銷的事 我一定遠離 沒錯,這句話很棒 很棒 大音聲禧 大家叫做大道無形 這個是重點來的 各位觀眾 這個是重點來的 你當你 哇,很棒 阿Sir,繼續 你繼續 你繼續 好了,講一下銀行 他說每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擔心銀行 因為在銀行這門生意的管理層 天然地面對很多做傻事的誘惑 銀行的管理層如果想虛真利潤 即是做假象 有很多辦法 將未來的利潤等到現在就可以輕言易舉 去做到 雖然這樣會損害銀行的長遠利益 所以巴菲特說得很好 銀行業的問題在於銀行太多 銀行家太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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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棒 我們國家的財政是非常穩健的 當然 有些銀行真的不生性 搞搞震 就把客戶的錢當作自己的錢 哈哈哈哈 這個做法 其實大家知道一定是玩完的 西方更加不用說了 破產的銀行 都不是佔少數的 對不對 沒錯沒錯 再倒獄一點 舉實際例子 那些厲害的事跡 就是什麼呢 還有一些比較 剛才講完中國 我們再講中國企業家 他講的 王全福 大家知道演位 很清楚自己能夠做到什麼 以及自己做不到什麼 至於鋼鐵俠 就以為自己什麼都做到 然後他就說 等我落著 我更加願意選一些有自知之明的人 哈哈哈哈 這句串得好 哈哈哈哈 完全串得好 我覺得是一流 剛才說了銀行家 說了一些沒有自知之明的人 好了 接著又有另一個 又要介紹的人 就是 首先講雜誌 他看了Balance雜誌 看了50年 在50年裡面 只是找到一個投資機會 通過這個投資機會 他幾乎沒有風險之下 賺了8千萬美金 超級 哈哈 A君說 我都要看多些書 阿常 還沒算 8千萬美金 你以為完 他就把這8千萬美金 交給李陸去管理 李陸就把它變成4到5億 哈哈哈哈 所以他就說 我只看Balance雜誌50年 我就在這裡賺了4到5億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機會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我也是要 找一個好好地 管理財富的人 當然那個人是你自己 最好 但首先問自己 你有沒有常識 哈哈哈哈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是沒有常識的話 你千萬不要自己亂來 當你覺得你自己有常識 原來你是沒有常識 你就很麻煩 好像我這樣 我其實沒什麼常識 我先跟大家說一聲 哈哈哈哈 阿Sir這樣說話 好了好了 另外最後一點 真的說了很多 A君的最後一點 做一點給阿Sir A君的最後一點 要不然我要折 要不然說太多 說幾天 好了 這個就留給鄉島也好 甚至乎 如果大家身邊的朋友 你懂得分 他只是說股票 有人把股票的投機行為 如何影響經濟的時候 Moga就說 如果你把葡萄糕和屎 混合一堆 那他就會變成屎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完全同意 我突然想起 我再說一句 如果我們鄉島有這麼多正常人 但是有這麼多黃人 在某一堆 鄉島都 所有的黃人都走 哈哈哈哈 OK 明白了 我為什麼要和大家說Moga呢 因為說真的 我沒有看完他全部的書 但是當我回到他裏面的頁數 我總是很驚訝地發覺 有一些道理很簡單 但是 我們就永遠好像錯過了一些機會 有一句說話令到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當你找到一個最好的之後 只要比不上這個最好的 都不用看了 你明白了這個道理 你的生活就簡單很多 就是我們不需要很多輛車的 你明白嗎 當我找到一輛最好的車 或者最適合我的車 那就行了 老婆也是一樣的 你找到一個老婆 你覺得老婆是最好的 其他的不用看了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的生活就簡單很多 不用煩了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 有一些事情就是 我們看到 你如果要決定一些事情 很多人覺得 你好像有些事情你決定了 你一輩子就做很多決定 其實不是的 你一輩子裡面 做對幾個決定 你就受用無窮了 這個很重要的 還有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 見仁見智 找到給自己優秀的伴侶 這個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我相信 在他事業上都是他的伴侶 在感情上都是他的伴侶 當你見到對的 你見到優秀的人 就盡量跟他接觸在一起 這個是最好的 機會很難把握 有很多人說 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要上一輛車 你這輛車開了 會不會有另一輛車 不知道 當你發現你的機會正 就麻煩你好好地去把握 那耐心等待 亦都是Manga經常提醒的 不要覺得 我現在經常轉換 變左變右 當你在一個項目中 你心間細作 你便自然會體會到 他過中的滋味 這一點真的很棒 所以我極力推薦 大家買這本書 這本書我完全沒有任何利益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窮查理寶典 真的很便宜 188元 我只是拿這本書 你這一身人 拿出來偶然掀一掀 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窮查理 有一個原則很重要 他說誠實 是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做到誠實 你很靠譜 所有的傳統美德 就是令到人一身受用無窮 這是我們老一派人 所希望 現在的年輕人 可以了解到的事 因為如果你說 你不老實 不靠譜 做事 輕輕含含 綠綠亂 總之 做完之後 就幫我捉手 其實你可以做到什麼 這是Manga自己說的 有時候 真的做人的事 我不需要有黑黑之功 我只是 告訴大家 我現在的日子過得很好 每個人都有把尺 去量度自己的日子 如何 所以我就很想和喜君說 那裏面 這些除了人身智慧之外 我自己個人感覺 也是一些投資的小智慧 當你明白了這一點 你就要知道 我究竟如何面對我的人生 我現在的人生 說真的 我到了差不多 50歲之後 我才逐漸逐漸懂得 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 每一步走的路 都相對來說 比較謹慎一點 但是 這個我要補充給你 你不要覺得自己慢 什麼 Manga這麼聰明 他都說40歲之前 做投資 都是太過年輕 是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50歲之後 我做投資的時候 我就 其實是 很穩固 很穩固 既穩固 又找到 不是叫大家去投資 我只是講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所以我看到Manga 我就覺得 啊 早點認識他 也好 對不對 結果我自己 花了他的書 去看 咦 我真的看到 一個智者 是可以提供給我 我們非常多的智慧 所以我就抓著A君去說 好多謝A君 跟我去分享 感謝你 哎 說這些 阿王格 巴菲特 皮特林柱 這個 惡王 這些書 我A君看很多 好嗎 是啊 看很多 你實踐很多 A君絕對是有智慧的人 最重要的 還有他講 長壽和幸福的秘拐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不要妒忌 第二 就是不要抱怨 第三 也不要過度消費 當你面對著什麼的困難 都保持著樂觀的心態 交靠抱的人 做本分的事 這些都是簡單的道理 也都是一些老掉牙的道理 做到了一生受益 我就是這樣 我絕對不會花一些我自己能力上高 花不到的錢 即是能力上高我沒有辦法花到的錢 這些是很可怕的 就是不要思思未來的錢 還有不要做一些自己能力上高做不到的 但是當然你做到的時候 麻煩你很誠懇 很靠譜地 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最好 每一件小事做到100分 就是你人生的交代 這個看法 好 A君 先來 那算一下 老師 好 我們要講 再講下去是雪教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要講烏噹噹 不是做一些飯 有些人會開始說 你們兩個搞什麼 我們說一些我們常識的事 我們看看烏噹噹噹很不行 現在西方對他們的支持 不是越來越少 其實是少到近乎零 我們大家看到歐洲某一個小國都說 我會支持烏噹噹 軍隊培訓 A君 這麼有型 要怎樣支持法華 怎樣培訓 一億幾 一點不知道六八億 給他做軍隊的培訓 怎麼培訓 大哥 你現在打仗還要培訓 培訓完了 我都拜拜 了 賠了 所以這次要跟大家說 究竟現在烏仔有多不行 A君交給你 首先要講講一些大款 怎樣說 德國圖片報 引述了匿名的人士 這樣說 原來去到今年3月的時候 他就說 德國總你索野詞 就是訪問老美的時候 跟老美 阿燈神 聊過 聊 同意 是要以有限度向烏噹噹 提供武器的方式 令到烏噹噹 能夠守住前線 維持有力的地位 但是不足以收回所有領土 即是我給有限量的武器 要你磨爛者 3月講的 令到烏噹噹的摘南斯基 不必西方要求都能夠 覺醒到戰爭難以持續 即是要去醒 有常識 要你摘南斯基 要他知道不能夠延續戰爭 就會怎樣 主動向烏噹噹人說明 重啟談判的必要 令到俄烏戰爭回到談判卓上 即是今年3月的時候 德國和老美已經想著 我有限量提供武器給你 讓你聰明一點 知道自己打不贏 然後跟人聊天 不要搞這麼低B的事情 給我一些常識 可以不可以 那一隻阿神 我們經常會引用到汪格說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一件事 剛剛你看到 我有一張照片 就是薩尼斯基 旁邊有一架無印機 那時候 就告訴大家 這件事 是由半島電視台 找出來的 他說 西方裝備的故障 被烏克蘭的軍隊 製造了麻煩 哈哈 當然啦 我又殘又夠 又沒用 又故障 我怎麼會給你 你別傻 這些常識來的 我怎麼會給你一些最好的武器 我當然是給你一些最差的武器 大哥 誰知道你會拿一些武器去賣 賣完之後 誰最好處 就你最好處 我沒事的 反正我的倉底貨又壞又夠 我當然是扔給你 譬如好像我們看到 咦 老美終於把A軍坦克送去 現在俄羅賓說要做什麼 喂 練把了 時間到 快點練把 多厲害 A軍 加分你 沒錯 那邊說 時間在俄羅賓那邊 現在他看出一件事 這個圖片報就說 一邊 有些西人 一邊 不想見到 好戰爭 再長期持續 當然是 輸著血 哪有這麼多錢 尤其是歐洲 老美又沒什麼所謂 賺錢 好啦 但是 他們不單止 不想 這個好戰爭 長期持續 甚至乎 有一個很特別的觀點 就是不想見到 胡丹丹勝出 阿Sir 哈哈哈哈 胡丹丹怎麼勝出 很難 看阿Sir 你說得很對 這些就是 平常人所沒有的常識 就叫做自己有常識 阿Sir 這些就充分表現到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用這樣捧我 我受之有愧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因為原來 他們眼中 胡丹丹 怎樣說自己戰勝都好 其實你都動不了俄羅邊 胡丹丹說自己戰勝 只是為了俄羅邊 未來 埋下報復的種子 等俄羅斯再咬過你 即是換句話 你就算胡丹丹說 哎呦 這次倒了這場仗 我拿回不知多少塞地 我當退一萬步 這樣說你贏了 俄羅邊一定會翻出來的 而你是沒有可能 以你的軍力 是沒有可能 能夠連根拔起俄羅邊的 所以 我寧願你不要捱下去 但是這樣 另一方面是怎樣呢 我不想你捱下去 但是我又不想 公開拋棄你澤南司機 所以他們現在做法就是什麼呢 就像你所說 我有限度這樣支持胡丹丹 令到你澤南司機聰明一點 讓你知道自己 是沒有可能收回國土 就走回去談判桌 不要讓我發聲 大哥 聰明一點 是這樣的 事實呢 西方國家在等著澤南司機 澤南司機也在等著西方國家 哈哈哈哈 這是真的 你看回 為什麼 澤南司機在等西方國家呢 第一 你給錢我 叫我投降 你不給錢我 我怎麼投降 我都沒有收夠醜 我都分給下面的人 你不給錢我 你叫我投降 你真的要我死 我又怎麼辦 你哪個國家收留和線 談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我和俄羅B 去說 我現在跟你和談 到時候我還沒有和談 扔的是我 我怎麼會跟你玩這招 所以澤南司機就在等著 現在大家 我資助你又不是 不資助你又不是 互相拖對方後腿 這才是最棒的 我們看到 有關俄羅斯那邊的軍事專家 分析 你現在俄羅斯整體的軍事運動 已經是大勝 我看到很多不掃的新聞台 裡面提過 我經常都不記得那個主持叫什麼 但是他說的很多的資訊 都是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 因為他在衛星圖上看到 烏克蘭是沒有辦法全盡 就算被他暫時佔據 都是掉落陷阱 跟著又被俄羅B為剿 所以死亡的士兵 是非常之眾多 而且裝備 永遠地被不斷破壞 我們之前有看過 因為叫做絞育機 以前的絞育機 在頓列治克那裡 是人命的傷亡 現在的損失是什麼 是武器的損失 軍備的損失 包括他的坦克 裝甲車 還有很多進攻的大型武器 士兵的傷亡 其實都不敢走向前 現在打的一個陣地戰 對於俄羅B的軍人來說 現在只是拖著 而且對於普京來說 最重要是他做的一件事 就是透過這場戰爭 反過來 去令到西方衰敗 是不是這軍 加密你 沒錯沒錯 現在西方就是這樣想法 西方就是老美為主 有限度去做 現在燈神在位 就有限度支持 下一手 假設燈神坐不回的位 但是離譜我就不知怎樣 不如這樣 就算拖下去 其實時間都在俄羅B那邊 也有些老美裡面有些學者 這位學者 首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學者叫做 約康米爾斯海馬 他做了一篇文 叫做 前方的黑暗 烏噹噹噹戰爭走去 荒方 文就很長 大意地說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說 有可能達成有意義的和平協議嗎? 他的看法就是 不行的 搞不定 因為烏噹噹 和西方設定的目標 就是要拿回領土 好 至於俄羅B一定不會拿回 食所的領土出來 所以 是一定說不定的 然後 他們就分析了 現在那個俄羅B 要曬爛的原因 也都西方要借著 烏噹噹 去把俄羅B 烏噹噹也要拿回領土等等 所以他就看得很淡 既然 現在西方就想逼 習男司機 上這個談判桌 但是 老美那些學者說 不會的 大家都設定到位置 是不能上談判桌的 那應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 堆倒其中一個人就可以了 Yes! Exactly! 跟我的想法 那倒了他就可以了 是啊 你無法談判桌 你無法談判桌這麼硬 你倒了姓浦那個 浦那個不會 我當然是倒一個容易倒那個 姓澤那個 那就最好了 A君 是啊 不過學者又說 不是啊 看現在的款 烏噹噹 雖然沒有可能贏 但是他有些位置都能守得 這個他這樣看 我當真是能守得 當然我是站在阿Sir那邊 我覺得俄羅賓是能打得 我推一萬步說 如果是烏噹噹守得 又或者俄羅賓不想用這個代價 去拿回來 硬撼撼回來 那應該怎麼辦呢? 阿Sir 這個又 內亂 這個是不是會有內亂 看起開玩笑 不是姓澤 大家知道 不過我就用個名詞 跟大家說 阿浦 好啦 內亂那裡會怎麼搞呢? 那會不會來一場 硬格呢? 再來一場 哈哈 A君 這次就回到俄羅賓那邊 哈哈 其實呢 現在的下台街是怎樣呢? 就是在戰爭裏面 趁某個人想去前線觀察的時候 一顆炮彈下來 搞定了 不管是哪一方下都可以 我想俄羅賓下的機會就不大 北約那邊下的炮彈呢 就大機會 因為大家說真的 到今時今日 即是可不可以說五爐七雙呢? 哈哈 你還不玩完? 不行啊 我完全不行啊 我給你拖著 又一百億 你知不知道適合美債呢? 我剛剛看新聞了 美債現在是多少錢呢? 33萬 33萬9千億 33萬9千億 34萬億 接下來 各位朋友 好棒啊 老美 真的 你說了 PMI指數 喂 只有47點幾 你怎麼行啊? 你還說49點幾 中國不行 那你到底在玩什麼呢? 現在 還有 你這樣拖下去 老美 是不是可以玩得怎麼樣呢? 明年 又要選了 拜登 究竟 在俄烏這一場衝突 有沒有拿到什麼好處呢? 除了令到歐洲整個國家 那麼多國家經濟衰退之外 老美自己經濟衰退不少了 所以沒辦法了 唯一出路 就是 搞定某個人 這個最省的成本 C字頭公司經常做的 對不對? 沒錯 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說回這份報章 德國這份報章 為什麼現在才爆出來呢? 他都會說 這件事是德國索野前 三月的時候跟燈神談的 為什麼現在要說出來呢?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當然是因為老美默許 老美因為在中東搞得很嚴重 沒有資源再磨下去了 所以就借著德國的報章把口 跟扎男司機說 你這個粉腸快點自己去談判卓 是不是要我再剪掉你的預算啊? 對 正在剪掉 正在剪掉 共和袋一定不能放進去 所以 老美的方法就是 旁隱風鬆也好更好 沒錯 就是透過德國那邊去說 那就自己不用出聲了 其實沒用的啦 你要看看扎連司機怎麼玩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叫加沙那邊又再開火了 下個禮拜看看加沙開火的狀況如何 會不會再停火呢? A軍計劃 當然不會啦 OK 好 Sorry 我poor guy poor guy 我就是blue sky 到時候看看 現在又開始恢復凶宅和炮軍了 早上就已經打破了 接下來的狀況會是怎樣呢? 我自己呢 就很想停火 停火呢 就對大家有利的 但是不停火呢 這次又再動起來呢 我想看看耳仔怎麼玩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補充嗎 是啊 越趕越長 真的 本來想著四十多分鐘 現在五十分鐘 收不到掣 是啊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記得訂閱趕起台 和大衛上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明天早上 都有財經ABC 也有我的結干軟實力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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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